这个位置是我们平时洗团碗的地方 很多时候手是会濕的 你不想触碰电键 我按下这个櫃子的灯 就可以用手在它的感觉下 搬一搓就亮了 如果再搓就可以关掉它 我要开开它 如果我想它没有光 现在我是在这里入口 所以看不到效果是怎样 但是我把手放进去 煮下去它就会慢慢滑 这个是很暗的 因为是晚上黑 现在我再把手放进去 不要动 它就会光 光的最光是这样 它是三盏LED 它是很薄的 而且线是很幼的 所以我很容易安在这里 看不到一盏灯 就是用一下 即是你看到少少 另外这些线很薄 很容易收藏了一个櫃子在下面 你现在看不到有电线 一般以前没有这些LED 或者没有这种系统 人们就会在櫃子里 会在櫃子里 有些捆了边的木 去遮住那些灯 因为以前的灯 是会很厚的 它用的电量都是27火 三盏灯 如果你暗一点 可能会用少一点 当你拆开盘盘盘盘盘盘 你会看到有三排这些LED灯 这些灯 有六个这些 FRACKET 用来安在櫃子里 还有一堆螺丝 螺丝很小 所以想坐在櫃子里 也不会影响櫃子里 因为它很小 因为够薄 所以很轻 所以用这么小的灯 都可以安到这些灯 还有 两组的 系统 是可以串起这些灯 有两长 两短的 也有两条长 还有一个 电源盘盘盘盘 给电的 这个 这个给电的 就是 插在 有感觉的灯 因为三排灯一起用 三排灯一起用 只有一个有感觉 这个是主要的 电源盘盘盘 你一定要插 电源盘盘 到感觉的灯 现在 把电源盘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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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是Motion Sensing 这样拨它就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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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开了之后 你把手拨起来 拨起来 拨起来 它会慢慢 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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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拨起来 再拨起来 你想拨起来 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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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轻的异端 第二和第三盞是软一点的 那我就用长一点的线 剩下的两盏线是不需要用的 你可以把它留下 现在我当是这样 我现在串了 全开了 现在就这样 你可以试一下拉它多软 你自己去计划 你怎样去安置櫃底 我现在先吃了 再说一下 这个櫃底就是这样的 在一个櫃底上 用一些圆笔画它在哪个位置 就上一颗螺丝下的櫃底 走上 当这是櫃底 这个是櫃底 你走上 上完之后 你只要将这个 这些灯拉上去 所以它是给了六个充电 因为每一盏灯是用两个的 好吗 好吗 有一样要查一下 就是它给你那颗螺丝 会不会 将你安置櫃底的时候 会不会穿过你櫃底了 它是 不会的 只有一半的 这里是加拿大 所以 这个櫃底的厚度 多数是这么厚的 我不知你的方向不拼 你要小心 可能会穿 櫃底你就不要 首先固定你自己的第一盏灯 第一盏灯的位置 那我现在 就这样 OK 那我 这个是第一个位置 我留下一些位置 可能电线在这里 这样走过去 腹上 那你就 定了之后呢 你在这个洞里 画个 用支圆筷 画个圈 OK 画个圈 那就是 你那颗螺丝呢 要上这里了 那 有时呢 那些螺丝呢 就这样扭上去 很难的 那我有个小小的 自己的 trick 就是 用口钉 钉 钉钉 再钉 弄个洞 那 它就很容易上 好了 现在这个螺丝上好了 那我就 继续去 继续去 上另一个 bracket 去mount 钉 钉 如此类推 那现在 两个mount 的bracket 已经 安好了 我现在放钉 上去 现在 配置了 放在钉 上去 又 下碾 5 温� 2 3 感谢观看